近日 杨坤在公开场合对周深进行了严厉的训斥 称其小小年纪要懂尊重人 并表示自己是公众人物 应受到尊重 人类 杨坤的这一举动却遭到了周深粉丝的强烈不满和围攻 被指责为飘了 首先 公众人物确实应该具备一定的自重和自我约束能力 但杨坤的训斥方式似乎过于直接和尖锐 没有考虑到周深的感受和尊严 在公共场合对一个年轻的歌手进行训斥 不仅会影响到周深的心理状态 也会对其他观众产生不良影响 其次 公众人物的行为应该具有榜样作用 他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引导和鼓励他人 而不是以训斥和指责的方式去打击和伤害他人 杨坤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应该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 避免给公众带来负面影响 最后 作为公众人物 杨坤应该更加尊重和理解周深的成长过程和努力 周深作为一名年轻的歌手 虽然年纪尚轻 但他的才华和努力是值得认可的 杨坤的训斥行为 不仅没有体现出对他人的尊重 反而暴露出了自己的自大和傲慢 公众人物应该注重自己的言行 以积极的态度去引导和鼓励他人 而不是以训斥和指责的方式去打击和伤害他人 杨坤的训斥行为 虽然是出于对周深的关心和期望 但他的方式却过于直接和尖锐 给周深带来了负面影响 作为公众人物 杨坤应该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 尊重和理解他人的成长过程和努力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坤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引导和鼓励他人 展现出公众人物的榜样作用 杨坤终究为自己的狂妄自大付出了代价 年届51岁的杨坤 他的现状可谓是令人唏嘘不已 曾几何时 他是国内乐坛的璀璨明珠 拥有无数为之疯狂痴迷的粉丝 身家亿万 人爱 如今的他却孤身一人 前途未卜 生活处境堪忧 如今 杨坤就独自积居在那座曾经豪华无比的别墅里 宽敞的房间里 再也无法听到妻子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只有他孤独地躺在床上 凝视着天花板 陷入深深的沉思 哦哎 他会走到墙边的巨型镜子前 审视着镜中的自己 那张宝京沧桑的面孔 眼神空洞 疲惫不堪 有时候 泪水也会不由自主地从眼角滑落 滴落在地板上 发出滴答的声音 这就是现在的杨坤 曾经的超级巨星 如今却如同囚犯一样 被困在这座曾经的豪宅之中 他常常怀念过去那个光芒四射的自己 那时的他身家过异 拥有无数未知青岛的粉丝 人爱 过于自大的性格 终究使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失去了本应真实的家庭幸福 杨坤独自坐在那里 看着窗外熄壤的车流 心中充满了无尽的遗憾和懊悔 如果当初他能稍微收敛一点 谦卑一些 也许今天的生活就不会是这样的局面了 虽然杨坤现在的生活状况如此凄惨 但是回顾他的过去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曾经也有过一段辉煌的岁月 那时候 杨坤可谓是红的发子 无人能及 凭借其出色的嗓音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他成为众多大型综艺节目 炙手可热的嘉宾 各大名其也纷纷向他泡来橄榄枝 甚至有人将音乐大师 这一致高五上的荣誉赋予了杨坤 毫无疑问 杨坤曾经是华语乐坛的重要人物 他的每一张专辑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人爱 正是这种过渡的成功 最终导致了杨坤自负心态的不断膨胀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坤竟然逐渐将其偏颇狭隘的审美观念 强行灌输给他人 对同行业者的音乐作品肆意加以挑剔批判 有一回 当《眼见刀狼》的歌曲意外受到大众热烈欢迎之际 杨坤实在难以按耐心中怒火 脱口而出指责对方的创作空洞乏味 缺乏深度 自此以后 每当舞台上出现崭新的艺术魅力在绽放 杨坤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对这些新人进行无情的贬损 妄自尊大的对他们的表演进行无端的评价 即便是如日中天的偶像李宇春卓月非凡的歌唱才华 在他眼中也不过是不足挂齿 最为让人瞠目结舌的是 即便是天王级别的巨星刘德花 也未能逃脱杨坤的尖刻批评 竟然被他直接指责为指挥嘶吐 徒有其表 面对杨坤这一系列的口不择言 广大网民终于无法再忍受他的傲慢与自大 舆论的风向瞬间发生逆转 原本的偶像瞬间成为了众人攻击的靶子 杨坤那张曾几何时备受万千粉丝瞩目的面孔 如今却只能引来人们的嘲笑与鄙视 面对如此戏剧化的转变 我们不计要深入探究杨坤的过去 去寻找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原来杨坤出身于一个平凡的工人家庭 与音乐的相遇完全是命运的安排 在包头是武警文工团稳定工作后 他却毅然决然地投身北京 只为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人爱 北漂之路的艰辛远远超出了杨坤的想象 白天 为了维持生计 杨坤不得不在工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夜晚降临 他则在个大酒吧间游荡 渴望能够得到助唱的机会 尽管如此 微薄的收入仍然无法满足他的生活需求 在那段最为艰难的岁月里 杨坤甚至找不到栖身之处 只能流落街头巷尾 每日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他冰临绝望之际 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杨坤遇见了生命中的第一位贵人 初恋女友白雪 出于同乡之意 白雪不仅将杨坤接纳进自己的公寓 还细心照顾他的日常起居 竭尽全力支持他追求音乐梦想 正是得到了白雪无私的支持 以及赋予的无尽激励 杨坤终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份音乐方向 用无尽才华创作出了那首传遍千家万户的经典之作 《无所谓》 歌曲一经发行 犹如狂风暴雨般震动了整个花语乐坛 吸引了众多歌迷与听众的目光 尤其是杨坤人生中至关重要的第二位导师陈琳 面对生活的困苦与艰辛 杨坤曾经多次萌生过放弃音乐梦想的念头 人爱白雪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他身边 给予他无尽的鼓励与支持 使他重新燃起了对音乐梦想的热忱 杨坤本人已常常在内心中默默发誓 即使等待光明的到来需要漫长的岁月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坚守在音乐事业的道路上 出身平凡 却拥有着浪迹天涯的勇气与决心 正是这种对音乐的无比热爱与执着 最终使得杨坤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 他凭借其独特的嗓音和非凡的个人魅力 深深地打动了陈琳夫妇 在陈琳先生沈永格的全力支持下 杨坤终于凭借无所谓一举成名 他的名字如同雷声般响彻云霄 在乐坛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在那个辉煌的时刻 杨坤的名字瞬间传遍大街小巷 各大品牌争相与其合作 将它视为珍宝 更为幸运的是 杨坤还荣幸地被邀请参加了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与数以观众共同见证了这场盛宴 那一晚 当他的歌声响起时 全国各地的观众无不畏之心最神秘 欢呼雀跃 从那时起 杨坤这个名字便与音乐巨星 这一闪耀的光环紧密相连 人爱 在荣誉的顶峰之上 杨坤的心态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 曾经给予他巨大帮助的陈琳 对陈琳的善爷 仅仅以普通朋友四个字淡然回应 与此同时 杨坤也开始对自己取得的成就 产生了难以言表的自负感 他深信 如今所获得的所有荣耀 都是自己心情付出的必然回报 与他人的援助并无关联 人爱 更为令人痛心的是 那的始终在杨坤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刻 给予他无私关爱与坚定支持的 挚爱白雪 也终究无法抵挡住杨坤 狠心转身离去的冷酷现实 那美宝寒深情厚意的钻石项链 曾是白血赠予杨坤的 最真挚而美好的祝愿 然而在这段情感关系告终之后 杨坤竟毫不留恋地将其出手 使得两人之间仅存的那份微薄情 也随之烟消云散 昔日的好友与知己 如今在杨坤的心中 已经沦为可有可无的过客 杨坤变得傲慢无礼 不可一世 他已经完全沉溺于 自我膨胀的虚幻世界中 他开始将自己视为音乐界的大师 对其他同行的作品肆意贬低 评头论足 即便是那些想遇全球的天王巨星 也未能幸免于他的犀利批评 这种盲目自大的心态 最终导致了今天这般惨烈的结局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